苏翠的勺丝糖是四川卢州河江人的春节传统美食之一 一起到当地去看一看 临近春节做了多年糖生意的苏小平夫妻俩 比平常更加忙碌 作为河江人必备的年货 不少客人开始提前订购 每天游寄出去的勺丝糖就有300公斤 苏小平夫妻凌晨5点就开始忙碌 炸勺丝加入麦芽糖浆 并迅速用锅铲快速翻炒 所有材料搅拌均匀后 再趁热用滚筒压平 经过切条放凉 香甜酥脆的勺丝糖就制作完成了 在河江当地 过去一块块勺丝糖 是孩子们过年期盼的甜蜜 现在虽然有了更多的选择 但一块传统手工制作的勺丝糖 依然代表着最浓烈的年味 是